果然站一把狐哥的路头啊 老鹰级路头 非常非常的鹰 杂技 机球手 律师 加拥兵 这种上面来讲其实这个阵容蛮不错的 要打架有打架 要牵制有牵制 律师 当然律师的话呢 不是四黑就还好一点 自己开图 队友至少不至于 带着队友一起开图 拥兵稳定就人 蛮好的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你别说 这个阵容如果四黑拿出来打路头 我觉得这把狐哥要歇啊 你打得再好 说实话面对四黑还是很难打 一勾勾中 第一刀 飞轮CD13秒 也就是下一波狐哥交勾 是有飞轮的一个可能性 那杂技短时间之内不会倒 因为狐哥这边也不是带着闪现 如果带闪现呢 我觉得这边技能逼一逼 然后闪现一刀带走差不多60秒 没有闪现的话 我觉得杂技这边操作还是有机会的 队友这边也拉开 来看 勾 有飞轮啊 狐哥要骗 狐哥不是每次勾过来都要骗飞轮的吗 大哥 狐哥变化多端 你看看为什么叫他老阴级路头 讲道理呢 他的那个勾到人以后 骗飞轮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波没有骗 再一波 这一波没勾到 问题不大 追一刀吧 追一刀他就吧 这个想要卡过半应该不太可能了 对赶紧逼迫救人 因为这个时候 狐哥其实 为什么会直接打 大家注意 这一波是机球手和拥兵一起过来的 他意味着外面只有一个人在修机 只有一个律师在修机 这边就是赶紧把这个救人节奏刷出来就可以了 这边等 咋记得技能剑 捏的有点紧啊 来 这边机球手过来打架 机球手带飞轮的 夹子先封 把这个交互点封住 然后 这板子吃的有点亏 这板子吃的话 感觉这杂技有机会能交自己了 感觉这杂技有机会能交自己了 这个机球 阴险毒辣的老路头 他会不会过去打一刀啊 你是真地坏呀 狐哥 这一勾勾的 我的 人看啥 来来来 有没有 傭兵救不了人 那么这边要救人的话 机球手一勾一刀倒地 你敢救吗 律师过来就 距离有点远 也就是这个杂技没人救了 这杂技手里面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还有两颗球 加一个飞轮 满亏的 这波杂技救不下来 狐哥应该是 大概率拿下了 因为圈上球者密码机 应该还差一台整机的量 这个整机的量 有点难办 因为傭兵救不了人 傭兵救不了人 这里的话他差了 不止一台整机 他差了将近两台机 这把穷者的密码机 确实有点慢 因为他 机球手是没有修机的 大家注意 这个机球手几乎没有修机 杂技倒地的时候 机球手也到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全程看到 机球手在旁边打 机球手没有修机 但是他的这个打架 并没有延缓到 狐哥的挂人挂飞 或者说没有延缓太多 对吧 反而还被狐哥阴了一手 打一刀 就这个时候追谁呢 追这个律师 不要追这个 骗飞轮 追律师我觉得会好一点 追律师会好一点 因为这个机球手 毕竟我们上帝上 看到他手里还有一手飞轮 然后他手里有球 相对来讲这个牵制力 因为对于狐哥来讲 其实律师虽然说是个没有上过挂的点 但是这边是遗产机 不是特别吃这手二挂的 你这手二挂 如果这台机子被抢开的话 我觉得穷者还是有三人开门战的可能性 当然穷者密码机还是不够 这密码机差很多 狐哥这边的话 不能切尸场吧 插个眼可以了 没必要切尸场 切尸场还是有点幺蛾子 有点剧本好写的 不切尸场我觉得没有任何剧本 狐哥基本上拿下了 那边机子刚好跳掉 也就是说这边狐哥对于三人的位置 应该是全部摸清了 我感觉甚至狐哥待会可以切之放狗 底牌切放狗 放狗过去牌 插了个眼 插了个眼了没 这把狐哥赢在哪里啊 赢在狐哥的抓人 他这把抓杂技 我感觉就完完全全的心里拿捏了 因为我不知道杂技跟狐哥这边有没有对抗过 因为狐哥对于杂技技能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有点太清楚了吧 就杂技这边交不交飞轮 好像狐哥完全拿捏到了呀 对不对 他这把就杂技这边的技能点 他都压根没有骗的 以前狐哥可喜欢骗 刚刚追击球手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骗飞轮的 所以我觉得这把 狐哥在追杂技这个层面上面来讲 应该是他有他做他自己功课的 就是这个人的ID记下来 他喜不喜欢交飞轮记下来 狐哥有个小笔记本的 你们知道吧 每一个对手他都有ID记者的 这个人 第几秒喜欢 第几秒放飞轮 他都记得明明白白 狐哥已经没有在 没有在打算找这个佣兵了 他在玩呢 然后投降 然后投降 然后再说 再说 这次是